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節會和大家討論一下 Extraction of Metal 在這一課中 我們會學習兩個最主要的方法 去Extract Metal 第一個方法就是 Dry Heating 又或者叫做 Heating Alone 即是我們會直接把 Metal的Cumpel 加熱 而這裡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 只有兩個例子 一個是Mercury 另一個是Silver 他們相對地都在 Reactivity Series較低的位置 General的Equation 我們之前看過的影片 我都約略和大家提過 所以很簡潔地和大家再溫一溫 Metal Oxide如果就這樣加熱的話 它的Product就會是Metal 以及是放出Oxygen Gas 大家要謹記這條Word Equation 謹記這條Word Equation Word Equation 就是去寫 正式的Chemical Equation 的入門 那Oxygen 就不要忘記 它的正式的Formula 是O2 就不要就這樣寫O 那怎樣去測試Oxygen 就之前我們看過 它可以是relight 那個的Glowing Springs 記住這個是G-L-O-W-I-N-G 很多同學去到DSE考試都寫錯字的 Glowing 是未延盡的 這樣的意思 就千萬不要寫G-R-O-W-I-N-G Glowing 就是表示仍然生長著的意思的 那Burning 就更加不對 Burning 是用來測試Hitrogen Glowing 其實是一些 好像香燭 燒香 你看不到明火的 而Burning 是見到明火的 好 那由於那個Metal 只是適用於 Mercury 和 SILVER 那我們可以一次過講完兩個 的 Equation 那麼寫Equation 的時候 我們先 就 套回 它們合式的Formula 那 想回那個 的 Word Equation 然後 套回 那個 合式的Formula 下去 那 再想一想 它們的 State 那 Mercury的State 是Liquid 來的 Mercury的Oxide 是Solid 那 然後 我們再平衡 那個Equation 先平衡 Oxigen 再平衡 是Mercury 那 這個Reaction 這個可見現象 就是 Mercury Oxigen 是橙色 的 或者是紅色 那 這些大家是要記的 那 而Mercury 的Metal 它由於是Liquid 所以 我們要寫明是 SILVERy Liquid 那 唯一一隻 在周期表裡面 我們找到的 就是Liquid Metal 就是Mercury OK 那 謹記我們見不到 這個Oxigen 放出 那 因為呢 這個是一個 在空氣裡面 進行的實驗 它的煤界 是一個 Air 是Gas 來的 在Gas裡面 看到另一隻 無色的Gas 其實是見不到的 那 另一個 的Reaction 就是SILVERy Oxigen 那 SILVER由於是一正 所以呢 它的Oxigen 是Ag2O 同樣 同樣 我們套回那個 Formula 進去 然後呢 就 再 再 平衡了 那 今次呢 就是 這樣 OK 那 SILVER Oxide 是黑色 那 而SILVER的Metal 本身是SILVERy 那它是一個SILVERY 來的 OK 那所以呢 這條的 這個方法呢 其實只是適用於兩隻的 那應該不是十分之困難的 那另外呢 第二個 最主要的方法呢 就是 我們可以呢 是 HIT 都是要加熱 沒有加熱的 一定錯的了 HIT 就是 一個 的 reducing agent reducing 那 reducing agent 中文就是 還原劑 那 還原劑呢 你可以暫時當它呢 是一些東西 而這些東西呢 是很喜歡 搶人家的Oxigen OK 很喜歡 Gain oxygen 搶人家的Oxigen 的 那 所以呢 如果是這樣的的話呢 有些東西是很喜歡搶Oxigen 又搶贏人家的呢 那 我們都可以用的了 那這裡呢 我們會介紹呢 就三大類的reducing agent OK 三大類的reducing agent 那 第一大類呢 就是好像在實驗裡面 我們見過了 就比較容易處理的 就是固體 carbon 炭 又或者呢 一些含炭的東西 比如 cook cook呢 就是一些煤炭來的 OK 煤炭 又或者呢 我們可以 平民化一些 在超市都買到的 chaco 一些 燒野食用的炭 的 OK 那他們都OK的 那你可以呢 就參考上一個實驗的片段 OK 那上一個實驗呢 就是找一個crucible 然後 混合一些 Oxide 那或者 加上呢 那個 的 carbon 那 蓋上蓋子 再加熱 OK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做法 另一個呢 就是其實可以 你找一個 炭 一塊炭 然後呢 雕空一個 的位置 OK 雕空一個 粒位 然後呢 就是放 那個 Metal Oxide 下去 那 再加熱 都可以 OK 那兩個方法 都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 就會 美觀 少少 這個呢 就可能 你一 找一個Binson Werner 拿起 吐下去的時候 它有很多的 火花會走出來 那不要緊 總之呢 那個 reaction 就是這樣 好了 那那個 word equation 又如何呢 那 word equation 其實呢 就是 in general 就是 Metal Oxide 加 我們當它全部都含有 Carbon 這個element 加 Carbon 那麼 它的Product 就會是 記住加熱 那 Product 就會是 Metal 然後 還有呢 就是 Carbon Dioxide 主要是Dioxide 又或者呢 是 Mon Oxide OK Dioxide 或者 Mon Oxide 這個reaction 呢 我們就發覺 紫色 用於中層 就是說 由 升 去到 Couple 其餘呢 都不適合用的了 即是高過升 不行 那麼低於Couple 可以不可以呢 其實低於Couple 可以的 就是說呢 譬如 你找 Mercury Mercury Oxide 其實可以的 SILVER Oxide 當然可以的 那 因為呢 其實 你用一個 再 嚴苛一點 厲害一點的方法去 幫手 搶Oxigen 一定成功的 不過呢 是沒有需要嘛 是不是 OK 所以呢 就升到尾 都可以 那 升上面那些 就很困難了 那 這裡要提一提 同學的呢 就是有 三個的Couple 那我們 今次簡化它 我們當是 Carbon Dioxide 是Product OK 那 一陣間呢 可以舉一個 是Monoxide的例子 那 有三種 的 Oxide 挺特別的 第一個呢 是 SINGOxide 那 那 那 SINGOxide 平時呢 就是白色的 那 那 愈熱的話呢 就會黃的 OK 愈熱的話呢 就是黃的 好了 那 那 Product 就會是 那 Product 呢 是 SING 和 Carbon Dioxide 那 我們先呢 就寫了那個 Formula 然後再 平衡它 給它 2 搞定 OK 那 Product 方面 是一種 SILVERY 的 SOLID 那 同樣呢 我們見不到呢 是Carbon Dioxide 一種 無色的 Gas 好了 另一個常見 有幾特別的例子 就是 Led Oxide 那 Led Oxide 同樣呢 平時是黃色 就黃到變橙的 OK 那 然後呢 就 Product 是Led 和Carbon Dioxide 那 那 Product 方面 就是這兩個 平衡 當然是這樣 那 第三個呢 就是 Couple 2 Oxide 那 今次呢 我就 拿Carbon Monoxide 做Product OK 其實平衡的 Equation 其實是一樣的 那 為什麼 Couple 2 Oxide 是特別呢 因為Couple 2 Oxide 的固體 是黑色 就不是藍色 是固體 是黑色 那 最終的Couple 就是 白色的 那 原來這個 reaction 已經是 就這樣平衡了 那 這個 reaction 因為有機會產生 Carbon Monoxide 所以呢 我們最好呢 就會在 Film Cardboard 進行 在Film Cardboard 進行 那 會比較 穩陣 一點的 因為 Carbon Monoxide 本身 是 Toxic OK 拜拜